荧幕对开新郎新娘隆重出场 瞄准餐宴复苏商机 餐饮集团砸千万重金 打造科技宴会厅 荧幕会打开的这件事情 应该是大家都不知道的 所以当这件事情突然发生的时候 我觉得又了一层惊喜的点出来 我觉得对大家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 各位嘉宾新人向您打谢敬酒 看准南港的产业优势 婚宴的现场也能变身科技发表会 4K的超大萤幕也是不少老板的心头好 无论是工商会展商品发表会 又或是尾牙春酒 看准南港不只有两大展览馆 更是产业聚落重症 引爆餐饮宴会双击 其实在十年前大概婚宴工商的比例 大概是8比2左右 那在近几年的发展下来的话 已经达到就是大概5比5 国际性的大展都是有来做一些 产品发表或是晚宴的一个活动 南港经贸特区从原本的边陲黑箱 如今蜕变成金融科技城 近十年来超速发展 吸引百家顶尖企业 两万名人才进驻 年产值更高达六千四百亿元 更加汇周边饭店业 每天基本上都有超过一千人次 进入到我们汉来的烟会厅 来参与这个电脑展的活动 那短短的四天期间呢 也为我们带进了超过一千五百万元的营收 从商办到百货都抢着卡位 原有的CityLink之外 还有下半年准备开幕的三井 Lalaport商场 面积四万多平 有百货也有影城 就是锁定南港商务客群 近新闻的女朋友洪伟涛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